十九号基隆市长谢国良大动作开记者会宣布 宣签免费电动车的证件要兑现了 厂拍一公布指定两款型号 但全都跟狗狗柔无关 内政部长林佑昌更质疑这政策也有试法性的问题 赔钱的生意也不会有人做 所以到底私底下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交易 或者是条件的一个交换 根本也没有相关的一个预算 那就跟厂商这样子谈 真的有蛮多试法性的一个疑虑 永远都会有人诅咒我这个金融电动机车政策 但是事实上大家已经看得到 我们一步一步都要慢慢的落实 他贵为内政部长 每天还来关心这些大小事 真是难为他了 谢国良与戴凤次没有正面回应 但选前夸下海口说要送狗狗柔 事后却变同等级电动机车 到最后开记者会公布电动车型号 很多细节连明带都不清楚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市长市政府自己在决定 也没有经过我们议会严格的审查 而全部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的想法 对于我们的议会或是对我们市民来讲 都是片面之道市政府公布的一个讯息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去做公益 而且坐满五年的话 到时候会变怎么样也不知道 客人觉得不太会了 对所以我不会去妄想 对于送电动机车的政策 一般民众也是不沙沙 更别说得连续做五年公益 都让基隆市民认为不确定因素太大了 谢国良说正一步步落实选前计划 但送电动机车先扯到释法性及公平性 政策执行屡屡遭到质疑 但就来林俊华里配贤基隆采访官方